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突然出现在无国领空 孔凡和林志远奉命驾机前往拦截 敌机联盟掉头逃窜 孔零二人紧追不舍 可敌机一个加速就很快在视野中消失不见 塔台只能命令返航 这时,敌机又从后方闪出 并飞快地超过了我军的战机 林志远想发射导弹将其击落 可距离越拉越大,根本无法锁定目标 林志远不服气,不顾上机的返航命令全速追了上去 因为加速过大,飞机突然受到巨大压力 发生颤震,并却完全失去控制 林志远果断选择跳伞 一秒钟后,飞机在空中截踢 碎片击中了后面的孔凡飞机 幸好孔凡反应迅速,及时跳伞躲过一劫 但是,孔凡的跳伞过程中受了重伤 需要休养半年之久 林志远也因为一意孤行酿成大错 而被上级停飞处理 但是林志远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蓝天梦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 咱们的飞机没人见快 必须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了 林志远的上进心也打动了领导 领导把他派去国外继续学习深造 这一晃98年 8年后,林志远学成归国 这时,第一架完全由我国 自主设计研发的新型战斗机《飞豹》 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是非定型阶段 上级把光荣兼具的是非员任务 交给了林志远 到达实验基地后 林志远才得知 这次任务的是非员有好几位 而林志远并不是首席 首席由8年前的老搭档孔凡担任 孔凡已经为这个项目服务了6年 飞了无数次 经验非常丰富 由他担任首席当之无愧 更衣室里 两位老战友再度相遇 虽然8年前 林志远的一意孤行 差点害孔凡丢了性命 但孔凡并没有表现得很小家子气 眼下 为国家完成好飞报的是非任务 才是两人的头等大事 第一次是非任务 研究人员需要孔凡在空中 晚上16次横滚 但是因为高度原因 孔凡没有成功 孔凡失败后 换林志远上场 林志远轻松完成任务 总设计师乔劳也对林志远刮目相看 他知道 林志远不仅飞行技术扎实 在国外学了这么多年 理论知识也相当丰富 是个动量之灾 接下来是尾旋测试 这是飞报能否最后定型的关键 一架飞机只有飞过尾旋 是非才算完整 尾旋虽然很重要 但却极其危险 不仅要有牺牲精神 还要有理论上的细致准备 所以上级已经决定 这次的伪权是非 由林志远打头阵 但孔帆就不乐意了 书豪的首席位置突然就被抢了 他向上级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上级批评的 现在不是考虑个人荣辱问题的时候 王大勒说 这可是关系到 国家整个航空工业的大事 而且 目前只有林志远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 有过伪权的飞行经验 由他首飞再合适不过 孔帆冷静了下来 他表态愿意服从组织安排 不过他也一定要上飞机 坐在林志远身后当领航员 晚上 孔帆恩跑去林志远的房间 发现他的笔记本电脑开着 人却不知道哪去了 第二天 试飞开始 林志远把飞机开到高空 然后抬高机头 让飞机进入失速违旋的状态 飞机一边飞速旋转 一边急剧下降 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 从违旋状态中改出 就会有坠毁的危险 但是林志远试了几种方案 都没能成功改出 飞机高度已经瞬间下降到1000米 塔台只能命令机上的两人 放弃飞机立即跳伞 飞机摔向地面 林志远和孔帆的再度合作 又一次以双双跳伞结束 战友们开始对林志远有了飞意 说的经验不足 不应该就凭他从国外 拿回了几本证书 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还把飞机给摔了 林志远也不生气 他拿出自己的专业知识 有理有据地跟战友们讲道理 同样情况下 理论能让他想出无数解决方案 可经验就不能 因为其他战友没飞过 也就没有经验 林志远拍着胸脯保证 下次一定能成功 他还反问战友 你们谁有保证 下面鸦雀无声 这时 一直藏在人群中 漠不作成的孔帆 戴上了自己的军帽 他坚定地说了两个字 我有 试飞前的会议上 上级安排让林志远 做孔帆的领航员 孔帆拒绝了 两人每次一起行动 总会跳伞 不是个好兆头 还是别了 孔帆的飞机正在急速下降 高度很快只剩3000米 改出依旧没有成功 林志远在塔台给孔帆建议 千万不要换方案 高度瞬间来到1300米 改出依旧没有成功 塔台命令孔帆跳伞 但这一次 孔帆也没有听从指令 他在只剩200米的低空 终于把机身重新拉起 返航后 孔帆却郑重地向领导提出 准备把首先试飞员的位置 让给林志远 因为那天晚上 孔帆去找林志远时 偶然在他的电脑里 发现了很多他看不懂的 由英文俄文写成的先进的航空资料 孔帆在项目里 六年来暂时的东西 还比不过林志远 点击一下鼠标的成果 于是这些日子 孔帆一直都在偷偷观察林志远 他知道 虽然第一次林志远失败了 但是他的方法 理论上是可以改出的 只是无论是谁飞 都只能在200米的高度完成 这太危险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结果是灾难型的 孔帆年龄大了 但是林志远前途远大 他怕国家 从此会失去一位 优秀的航空专家 于是便想了个办法 亲自上阵 最后的任务 是测试颤阵 这也是八年前 林志远飞机解体的原因 美国的F16战机 进入颤阵后 11秒就解体 法国的幻影2000 只能撑6秒 所以颤阵现象非常危险 而且目前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 在颤阵发生后奇迹生欢 那便是八年前的林志远 他对颤阵有了心病 第一次测试 林志远在进入颤阵后 突然减速 随后放弃了测试 他没有把握 而且感到害怕 第二次 孔帆亲自拉着他 让林志远 做自己的领航员 在进入颤阵状态后 飞机承受的压力 成功达到了射击边界 但是 在返航过程中 飞机的起落架失灵 无法正常降落 孔帆遍林志远 先行跳伞 保住安全 自己却驾驶战机 强行迫降 保住了飞机上 来之不易的测试数据 1989年至1997年 飞豹共进行了194试飞 损失飞机两架 牺牲试飞员两名 历时八年 共取得了两万多个技术数据 1998年11月 飞豹战机正式亮相 引起世界轰动 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架 不用模仿别人 完全靠自己 设计研发的新型战斗机 而且性能 也跻身世界顶尖行列 这背后 是无数优秀人才的 默默奉献 他们抛下个人得失 为祖国 在世界军事舞台上 站住脚跟 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让你运动 感谢观看